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弱者报复 强者原谅 智者忽略 看过一个小故事 一个年轻人总是不开心 他早有高僧为自己开解 高僧做了一把盐 放在一杯水里 让他喝一口 年轻人眉头锁紧 杯里的水又苦又咸 同样一把盐 高僧将他放在湖泊里 又让年轻人喝了一口 湖水依然清甜干练 高僧对年轻人说 人生的痛苦就如同这把盐 我们所感受到的苦和闲 完全取决于盐的容器大小 这容器就是人心 一个人的心小了 生活就苦了 慢慢人生路 总少不了坎坷刻半 有些事不必丧心 有些人不必计较 心态对了 生活就不累了 一 弱者报复 去年夏天 我打算把家里的阳台 封闭起来 于是我去建材 一条街上找了一家店 挑选了一款钢货玻璃 来封闭窗台 安装好的第二天 我随手打开一扇窗户 仔细一看才发现 这些钢货玻璃上 什么标识都没有 要知道 正规钢货玻璃 一定会有国家 强制规定的3C标识的 我询问店家 是不是装成普通玻璃了 店老板不承认 明确表示自己提供的是 钢货玻璃 我只好拆下一面玻璃 打碎它来验证 光当一身后 每块杂质都有着尖锐的菱角 见此情形 店老板忙着解释说 是安装工人拿错了玻璃 他愿意把插架赔赏给我 打碎的玻璃 他也免费更换 我看店老板态度很好 积极配合解决问题 就同意了他的安排 没想到 随后的事情让我大失所望 一天 我下班回家 钥匙怎么也塞不进大门的锁眼 打开手电一看 锁眼竟然被人用502胶水堵住了 我找了物业和邻居询问 邻居调出自家的监控 让我看到了事情的全过程 堵住锁眼的 正是那个店老板 身为商人 不守诚心 弄虚作假 事后还不择手段来报复 这样的行进助时令人唾弃 浴室稍有不满 就想着死半子 用暴力手段来报复他人 这就是典型的弱者思维 报复在当下那一秒是过瘾的 但最后只会让人陷入仇恨的漩涡 害人害己 得不偿失 别用报复来弥补情绪 别在冤冤相报中 活成狭隘的loser 要知道 越是高级的人生 越能摆脱低级的情绪 二 强者原谅 春秋时期 公子小白和公子舅爆发夺位之争 管仲是公子舅的拥护者 为了帮助舅成为国君 管仲单枪匹马追赶小白 一箭射到小白 见小白口吐鲜血 管仲以为自己成功射杀了他 转身离开 结果那一箭并没有射死小白 而是射中小白的腰带上 公子小白逃过一劫 后来小白截足现得成功上位 成了齐皇公 管仲作为曾经的政敌被关押起来 齐皇公出登国君之位 急需人才辅助朝政 他封鲍苏牙为相 但鲍苏牙力见管仲 鲍苏牙对齐皇公说 管仲之才胜我百倍 齐国若想称霸 就会任用管仲为相 于是齐皇公找到管仲 两人聊了三天三夜 管仲的才学让齐皇公十分赞赏 齐皇公决定放下前仇 选择原谅 他亲自为管仲松绑 拜为宰相 尊管仲为众父 并唯一以大权 齐皇公的大度 让管仲深受感动 他全心全意辅助齐皇公 不中所望 让齐国国律大争 助力齐皇公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 公崎君说过 内心强大才能道歉 但必须更强大才能原谅 齐皇公以德抱怨 大度原谅 这就是强者的姿态 他不仅赢得了管仲的忠心 还为齐国留住了人才 壮大了国家 林肯说过一句话 用爱化解仇恨 用宽容消除敌意 用积极的做法减少消极的因素 内心强大的人 不会让自己被仇恨约束 把精力耗费在祭仇上 让别人的过错随风而去 宽恕谅解方能化敌为友 左右逢源 选择原谅是一种修养 更是一种境界 三 智者忽略 晚清名称 陈国藩在长沙月露书院求学时 有位矫情的同学总是找茬 因为陈国藩的书桌在窗子边 采光很好 他就鼻孔朝天地对陈国藩说 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户射进来的 你竟然把它遮住了 我怎么看书呀 陈国藩听完 四下一看 没有其他的方位可以放桌子 他们又反驳也没有抗议 将桌椅搬到自己的床边 晚上 陈国藩还在挑灯阅读 这位同学又开始训斥陈国藩 你怎么白天也读 晚上也读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陈国藩也不辩解 继续默读诗文 不再发出声音 后来书院举行模式考试 陈国藩的排名在这位同学之上 此人极度不服 大喊大笑说 都怪他站了好位置 有人反驳说 你不是让陈国藩把桌子挪到床边了吗 他指高气扬地说 正是我让他把桌子搬到床边的 这屋子的好风水都被他夺走了 其他同学看不下去了 纷纷为陈国藩讨公道 陈国藩却劝说大家 不要理他 一笑之之 这就是智者和庸人的区别 智者不以他人的可笑言行左右自己的情绪 庸人却喜欢划纵取宠 结果活成了过照的笑话 洛克菲勒说过 越智慧的人越懂得沉默 世间总有人看你不顺眼 故意找查至造势端 你若斤斤计较 就会身陷烂事之中 徒增烦恼 无论他人如何作为 你若忽视他 他就不能伤害你分毫 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 心若不动 风又奈何 你若不伤 岁月无恙 真正有智慧的人 都懂得忽略人生中那些无关紧要的人 不管痛痒的事 活得云淡风轻 悠然自得 心态好了 生活才好 没有人能活成一个孤岛 我们都要和其他人打交道 用什么心态和他人相处是成人世界的必修客 如果我们的精力总放在他人的纠葛上 心量太小 就会作俭自负 反受其伤 你才说过 与恶龙缠斗过久 自身既成为恶龙 凝视深渊过久 深渊也在凝视你 事事想赞瘾 吃点亏就要报复 做这别人的过错 死死不放 最终为难的还是自己 做人 胜在心态 输在计较 余生不长 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不值得的人和事上 心态好一点 把心放大一点 把自己看轻一点 我们就不会被他人轻易点燃情绪 不会让自己动辄受到他人的影响 要知道 我们在生活中遭遇的大多数不幸 往往是心态不好造就的 快乐的人 不是拥有的多 而是计较的少 托尔士泰说过 大多数人想改变这个世界 但却极少有人想改造自己 愿你我能改变心态 拥抱幸福 就从当下做起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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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转 и 转发 后有点油温